好 下面我们开始第四站的学习 那么第四站呢 是涉税会计核算 也就是我们这一站呢 也学习会计核算 但是我们的核算呢 跟这个税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又不是那个财务会计啊 财务会计呢 它里面涉及到是最新的会计准则 对吗 但我们这些核算呢 是跟税密切相关 所以就是单一个税务会计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一站的考证分析 这一站呢 从分值来说呢 我们把它列到比较重要三节 因为它分值大概有十分左右 那么命题来说呢 它主要出现在客观题和简单题 当然跟这个真正税啊 手的税啊 当然主要是跟真正税啊 它会在主观题里面出现 所以这个特点请大家推广注意一下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会计跟税法的一般性差异 那么首先第一个来说 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从会计角度来说呢 它核算的目的啊 主要是满足我们的投资者 这种产物报告使用者 他做出决策的需要 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进行企业合并啊 我们买个30公司股票啊 对吧 我们看财务报表 然后他向委托能反映出管理层的 受托择择认的旅行义务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公司这么大 对吧 比如说包括程老师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主要是我在负责运营 对吧 另外几个股东呢 就做摔搜掌柜 对吧 当然人家信了你啊 但是我还是需要在每年年底出一张报告 对吧 把这个详细的经营情况 好的不好的都要向别的股东 特别是小股东来反映一下 对吧 所以他主要是用于决策 好 那么税收呢 税收就不一样了啊 税收的目的来说呢 他主要是有效的组织财政收入 因为国家 国就是家 家就是国嘛 对吧 你看我们 我们一个家 有的时候都遇到这个经济有困难的时候 对吧 国家各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组织财政收入 因为有收入 我才可以进行 国防啊 外交啊 公共建设啊 公共卫生保健啊 对吧 他是组织有效的这种 财政收入 为各类企业 掺着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什么叫公平的呀 就是说 我们赚同样的钱 应该交同样的税 对吧 这样才公平 然后对经济和税务发展呢 做调节 比如说我们现在重点支持小微企业 好 然后规范我们的税务增广 避免出现什么过头税啊 或者出现这个 该增不增的税啊 对吧 我们规范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好 第二个 基本前提也是有参与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会计上的几个前提啊 就是会计主体啊 持续经营啊 会计分期啊 货币计量啊 最基本的四个前提 对吧 首先从会计主体来说 我们对标下 一般情况下呀 纳税主体呢 是可以作为会计主体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呢 他不一定是个纳税主体 你这样搞清楚啊 几个例子说明啊 比如说 比如说家封公司 比如说程老师以后在天津开家封公司 封公司 他可以单独做一个会计主体 为什么 因为我要单独核算天津封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 对吧 可能在天津封公司呢 我跟另外天津的几个单地的这个老师合作 对吧 我们就针对天津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是要分红的 所以天津封公司可以做一个会计主体 但是按照企业手税来说呢 哎 我在天津封公司 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啊 也就是程老师可以申请 把天津封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啊 合并到北京来 对吧 我们就是会计纳税 然后整体盈亏 我再去交税 因为天津封公司可能在刚成立的前几年 他是亏损的 对吧 那么他这个封公司的亏损是可以 统一的放到我这个总公司来的 所以封公司 他不是纳税主体 但封公司是会计主体 好 然后反过来 我们精彩来说会把母公司 子公司 孙公司 我们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航空母舰 也就是组成一个企业集团 那么这个企业集团呢 就会有个东西叫做合并报表 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集团呢 做一个会计主体 但是这个集团呢 本身并不是个纳税主体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纳税主体 是在我们税务局登记的 具有独立法轮资格的 各个母公司 子公司 孙公司 他们都是独立纳税的 母公司是独立纳税 子公司是独立纳税 孙公司是独立纳税 我们最终呢 只是税后分配的时候 可能会留在一起 所以合并报表 你们可以做 做整个集团的合并报表 但是交税呢 是各自去交税 是这样的 好 第二个 持续经营 那么科伊产美术呢 他的建立呢 都是以持续经营为标准的 所以他就出现了各种 这种提前预计的一些费用 还有费用的一些贪销 对吧 这都今天在会计持续经营上 税收来说 大多数税种呢 并没有把持续经营 作为他的基本前提 比如说我们的征税 个税 土征 对吧 他不管你以后能不能经营 反正程老师 你现在提供了培训服务 你就先把征税给我交了 至于说你下个月做不做 我们税局不管 你做了继续交税 你要不做了就不交税 对吧 所以像这些税收呢 不会过多的考虑持续经营的问题 反正现在发生了税务了 你要把税给我交了 下个月再说 当然个别税种呢 也会考虑一下这个持续经营 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所税 企业所税呢 在他的这个整体制定里面 并没有过多的明确 我们是持续经营 但是他某些东西呢 他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说 选择税的时候 对吧 你提前收租金 那么提前收租金呢 允许对吧 特别是跨年的时候允许呢 你把这个提前收的租金呢 分摊到各个年度去 对吧 还有提前付租金 就是成组能付租金的时候 如果跨年了 那么这需要在经营器里面 你分期把它摊掉 还有我们前面那个 残疾单单费用 固定赞折旧 无设定赞消 那这些呢 其实跟这个持续经营 也是有联系的 只是说我们企业所说 没有过于强调持续经营 但是我在里面呢 也考虑到持续经营的问题 那但是来说 大多数来说不考虑啊 少数考虑 就我们所得税可能会考虑 所以所得税里面 经常有这个什么地研的问题 但是别的税种没有啊 真正税啊 个税啊 它都没有 好 第三个呢 叫会计分期 那么会计分期里面呢 我们这个政治税 企业所得税呢 需要把这个持续活动呢 划分为不同的这个期间 是一般来说 我们是按月交税啊 按季度交税啊 对吧 这个呢 也相当是分期啊 但是我们有些税种呢 是按次来的 比如说土振 那土地征税呢 是转弹土地 转弹这个购动产 对吧 你转弹了 你就交 对吧 你要没有转弹 就不交 它是一次性的 弃税也一样 弃税呢 是拿到这个地 拿到这个房子 对吧 卖房子的 交征税 土地征税 买房子的 交弃税 我也是 我今天买房子了 我就今天交弃税 我明天没有买房子 我明天就没有弃税 好 然后呢 硬化税 硬化税里面 有很多呢 就是以你签合同 以标准 那么这些呢 它都是以纳税 能发生了某种特定行为 为对 征税的项 它不是对这种 什么持续经营活动呢 来进行征税 所以它不需要 划分纳税期间 所以这些税种呢 更多是按次来交 上面这个税种呢 征税 企业税呢 这个时候 它就更多的是按月 或者按季度来交 或者整体来说 比如说我们 企业算税 按年算 平时 按照会计数据 来又讲 全年来整体算 对吧 所以有的分期 有的不分期 好 第四个叫货币计量 这个呢 我们会计和税法呢 倒是比较统一啊 因为我们都是以货币计量 因为货币计量呢 比较好计算 同时比较好去交税 好 第三个呢 我们遵循的原则呀 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自己做的是 会计和税法对标啊 第一个 可靠性原则 那么企业发生的各种交易和事项啊 它是必须真实可靠的 而且内容是完整的 那么就这一条来说呢 会计和税法的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都要求可靠 所以这个没有差异 第二个是相关性 那么相关性这一条来说呢 这个我们税法呢 就可能会稍微要求严格一些 我们企业所谓要求的相关性啊 强调的是 这笔支出能否直接 给企业带来现实的实际的经济力 或者带来预期的经济力 并且会从你的根源 你的性质来做现实的分析 所以在这里面呢 有的呢 我就允许你扣啊 比如你实际发生的公众费用 而有的呢 我就可能会考虑一下 这个相关性啊 可能有点弱 比如说 我们的业务招贷费 业务招贷费两个数 收入的千分之五 实际发生了的60% 为什么要定个60%啊 我们感觉到啊 这个来吃饭的呢 这十个人里面啊 只有有几个蹭吃蹭喝的 对吧 撒纳士也说过 我有的时候也去蹭吃蹭喝 很不好意思啊 对吧 但是人家叫我去啊 说撒纳士啊 那个另外一个老师来了 一起来吃个饭呗 对吧 好啊 因为这好想见一下这个老师 但其实陈老师真的是去打酱油的 对吧 所以这个相关性啊 就有点弱啊 所以我们这个 业务招贷费 就定了个60% 对吧 就十个人里面 只有六个人跟他有关系 另外四个是蹭吃蹭喝的 对吧 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教材也举了个例子啊 说公司高管啊 因为各的原因 挺对啊 因为各的原因 发生了法令纠纷 虽然说 我们考虑了啊 高管摆脱这个法令纠纷啊 有利于他更好的把经历 用于企业管理 这个来说可能会间接性的给企业带来好处 但是他个人原因发生的诉讼费 从性质来说 从根源来说 应该属于他的个人支出 对吧 比如说他的车寡秤了 对吧 他自己休息时间车寡秤了 这个你应该自己负担啊 对吧 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个来说 跟我们企业取得应付收入 就不至极相关 所以这笔支出呢 是不允许作为企业的支出 在顺颜控除的 所以客观来说 在我们审计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公司发生了一些法律诉讼费用 这个费用 到底是跟公司经营有关系 还是跟我们的老板 跟我们的高管 个人有关系 对吧 我们既然看电影说 去找我的律师 那么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看了 因为我看电影 电视不多啊 我就是看 我说你这种情况 是你个人问题 你说找律师 这个律师费是你出 还是公司出啊 对吧 所以我说要省的是 要省严格一点 对吧 这个律师费 他个人的因素造成的 这个律师费 应该他个人出 不该由公司出 好 第三个 失之重于形式 税收和会计啊 这个都会 控制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个啊 对这个原则是有适用的 但通常的适用范围呢 还是有差异 为什么有差异呢 因为税收呢 它是用来收税的 而会计转责呢 其实更多的 可以进行直接判断 那么失之重于形式 在税收注注里面 它是有条件的适用 为什么有条件的适用 你既要保护国家利益 也要保护纳税人利益啊 所以目前来说呢 这个这个呢 主要是在 特别纳税调整的时候 特别纳税调整的 主要是光年番交易 对吧 你农民操纵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经济还原 还有在确定 我们销售商品收入的时候 但这几个里面呢 用这个失之重于形式呢 用的比较多 那么在别的地方呢 请你看到 我们不会过多的强调 什么失之重于形式 对吧 我们其实还是要看 合同啊 各种业务 对吧 那么为什么 这么限定呢 对吧 你看我们会计 稍微这个 可以灵活一点 为什么我们讯法 要求这么死呢 就还是那句话 你既要保护 国家利益 同时也要保护纳税人利益 对吧 这是由于我们税收 有个特性 叫做税收的法定性 什么叫税收法定性呢 这个也包括 以后我们税务师 解决税务纠纷 也是一样的啊 在解决税务纠纷的时候 如果税务局说 这个要征税 你有权利问税务局 依据哪一条 如果他依据的是 国家的正式法律 依据的是部门规章 我们无话可说 但如果他依据的是 什么省税务局 或者市税务局 出台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很抱歉啊 你们的规范性文件 其实是没有法定性的 我们是完全可以 推翻你的这些规范性文件 特别是你在违背了 三位法的时候 比如说曾经在 那个引改正的时候 有些继承税务局规定了 所以这个会议费 不能抵扣 听哪条 哪条说了会议费 不能抵扣啊 会议费里面的确 有的时候含了一些参废 对吧 你可以要求他 你必须把会议费列出来 参废列出来 这个你可以 但你不能规定一条 他说会议费不能抵扣啊 你没有这一条啊 对吧 是违反了法定性啊 其实我们税法 很强调法定性啊 所以坑外说 这一条 其实对税务局要求 是更高的 你做任何事情 都要由法律来支撑 至少是部门归章这一级 规范性文件 其实 如果规范性文件 它没有依据 限制的三位法的话 规范性文件 其实是不作数的 在法律诉讼的时候 我们后面讲到 涉税诉讼的时候 这个 对吧 你只是依据个什么 市里面的 或者省里面的一些 规范性文件 这个是不作数的啊 这个特别在 包括江浙一带啊 就江苏浙江 我知道江苏浙江 同学特别多啊 你们有的时候 你们执法依据的一些东西 就是不合法的啊 会简单提示一下 你这个没有法定性啊 这个不是法律 没有民文规定 所以我们在实际征税的时候 应用什么 实质作为形式的时候 一般要根据明确的 法律条款 来进行处理 反制税务局 滥用相关条款 所以征税也好 不征税也好 都要有法律条款 其实这条 其实更多的是 限制税务局 不能滥用权利 好 第四个 叫谨慎性原则 那么谨慎性原则呢 在快捷上 用的比较多 对吗 什么叫谨慎性原则呀 不能高估收入 不能低估支出 这叫谨慎性 对吗 那么税法来说 在企业税 谨慎性用的比较多 那么税法里面 企业税征询 是实际发生原则 如果企业预公的 未来没有实际发生的支出 原则上是不允许扣的 所以在实际上里面 我们扣一句 根据谨慎性原则 计题的各种资产减值 存货低价呀 这些资产损失 是没有发生的 所以除了另有规定以外 我们税法上 原则上都是不允许扣的 这个另有规定 指的是金融保险业 金融保险业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计题的一些 这个什么呆战啊 换战啊 这个呢 我们允许扣 除了金融保险以外 其他的 我们是不允许你扣 各种换战的 那么税法规定呢 要体现出公平性 要避免 能为预估支出 这样造成税收负担不一致 因为假设 我们税局 允许你们提各种减值 不加干预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每个纳税人 都不用交所得税了 为什么 我看到一千万的利润 好了 我就提一千万的减值 老师你不能随便提 对吧 有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在实战里面 其实他的这个约束率 是非常弱的 不信 不信去看三四公司 三四公司 已经把什么各项减值 还有什么供应价值 哎呀 已经用到不能占用了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 他做不到 对吧 你去看三四公司 就完事了 对吧 包括 他报表一出来以后 对吧 这个市场上 一系列的这个财块大康 对吧 立马攻击 攻击没有用 对吧 为什么 人家报表 经过了事务所审计 对吧 当然如果说 特别严重的话 这个证监会 他就会介入了 对吧 三交所三交所会介入了 但是客观说 如果不是很严重 三交所三交所 也是闭一只眼 真一只眼 你看多少三四公司 特别是ST公司 利用各种减值 什么供应价值 去沦为操纵 跨几率了 对吧 所以真的是惨不能堵 请我们干脆 税务局 不给你机会 对吧 别震撼了 成老师 别震撼了 什么减值 什么供应价值 在我这里没有 对吧 全部给你调过来 学前面价值 损了税的时候 就讲了 对吧 你的各项减值 以利纳税调整 你的供应价值 做相反的处理 就是说 如果你确定了 有收益 纳税调整 如果你确定了 有损失 纳税调整 我不承认 从这一条来说 我是支持税务局 我甚至就觉得 这个什么供应价值 什么减值 这种东西 不应该进入到 中国的会计准则 当然因为中国准则 是要对标国际 所以它没办法 对吧 因为国际有这个东西 但是太容易被容易操纵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承认 这一点 我是坚决支持税务局 不能承认 一承认的话 我们一分钱税都收不到 对吧 所以这点我们是对的 好 第四个呢 是我们会计基础的差异 会计上面 它的这个确认 计量 报告 它是以全能发生字为基础 在企业索税 我们原则下来 也是要求全能发生字 但是挺重要的 是原则性要求 原则性要求 这边我们还是有些 这个特殊性的 对吧 这个我们前面看 企业索税你可以结合 我们有些特殊业务 走的是特殊的 收复时间字 为什么单独 还有张生报表 在这个企业索税 年度生报表的时候 结合第五张 我们每张生报表 专门是调那个 未按全能发生字 确认的收入 对吧 单独也占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保证 残证收入 它要均衡 同时我们要保证 出现 不允许出现 这种避税失落 避税失落 就能为操纵 对吗 赏交税的这种失落 同时我们还考虑到 增管便利性 怎么便利性 我们税务局的是公务员 我们公务员是有编制的 对吧 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对吧 我们的鞭子不可能 有你们这么多 对吧 所以我们还考虑到 增管便利 我们有增管成本 所以考虑这个东西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对利息的收入 对吧 利息收入是收付限制 对吧 对支出 有比率的限制 对吧 还有对广告费 它有比率的限制 当然它可以递延 然后对凡产开发企业 它的预输款 我们要求你预交企业损税 其实凡产企业的预输款 需要预交企业损税 要预交增责税 要预交土地增责税 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均衡性 繁殖避税 同时证管便利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收入是限制 还有对跨期的一些合同 这个我们要求按照完工版本比 或者我们按照一定的要求 比如说超过三个月了 收到预输款 我们要先交税 对吧 其实这些呢 其实客户来说 一看就是特殊的收入限制了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税收跟会计 本身就不一样 对吧 我们税收主要是为了收税 保证财政收入 对吧 所以这里面是有差异的 好 接下来是一些 常见的一些义务性的差异 就我们梳理一下 这个可以结合我们第三章 第一个是资产上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的初始计量 还有计算基础 它的差异 我们在这个资产里面 有些时候在按照会计算的时候 可能它不寄入到资产里面去 自己把它费用化 比如说我们进行 金融资产交易的时候 对吧 一些交易损许费 它会自己费用化 但是我们这个都寄入到 资产的价值里面去 不会把它费用化 好 还有资产价值转移 还有我们具体的减值 对吧 我们压根就不承认 这个资产减值 不承认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活跌价 我们通通不承认 对吧 然后还有资产损失以后 就实际损失以后 前面是减值 现在是损失 对吧 包括永久性的 私自性伤害的 各种判断 我们单独在企业所税 有个资产损失的 一个官方文件 对吧 所以这个跟会计 都是有差异的 为什么有差异呢 就是我们总是税务局认为 这个你可能 做了点什么手脚 对吧 我们害怕这个东西 好 第二是收入上的差异 收入上的差异 主要有什么 市中销售业务 当然市中销售业务 现在很多时候 会计也做收入了 但目前还是有些 这个义务不做收入 比如说 比如说用于供应性捐赠 用于供应性捐赠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不做收入的 我们直接是借阴外支出 带库存产品 带消消税 还是不做收入 还有售货回购 这个义务呢 有的时候呢 跟你们会计一样 对吧 就按照这个农资来处理 有的时候我们按照 买个东西 卖个东西来处理 所以还是有差异 对吧 还有债务重组 非货币交易 当然客观来说 我们现在这个 会计准则变化很快 我们在这个税法上面 有点跟不上 且现在有些问题了 你问到陈老师 不是陈老师回答不出来 就是说 目前税务局没有出台 针对新债务重组准则 针对新 这个收入准则 针对这个新的 什么这个中例准则 出台对应的 相应的税务件 就税务局没有出 没有出之来 我就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肯定答案 我只能说 根据我们的原理 根据这个会计原理 根据税法原理 对吧 根据目前我们知道的税法规定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连统的差异 但是这个东西 说实话 你别说问陈老师 你问税务局的干部 你问国家税务总局的干部 他也只能说 大概是这样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变得太快了 没有跟上去 还有说论去论的几年 这个都是有差异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业务 对吧 特殊业务 这个特殊业务 所以我们这个快计算的收入 跟税法上收入的一个差异 主要是针对了 新收入准则 还有旧收入准则 我们有个对标 我们到时候有个支出点 这样子给大家讲一下 好 第三个 成本费用呢 我们这个税前扣除呢 也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技术开发费 我们有加级扣除 而会计呢 是巨石扣 总机构管理费 你快计算可以 但我们税法不可以 又有账单费 你会计算是巨石 但我们税法呢 是有两个限制 对吧 行为值5%60% 无形日产弹销 你自己可以确定 你甚至可以说不弹销 对吧 比如说没有固定使用寿命的 但我们税法上面 我们税法上是要求弹销的 好 开办费 开办费 快计算是一世纪劣质 但我们税法呢 税法可以一世纪劣质 也可以做产业单财 好 广告费 广告费你们快计是巨石 但我们税法呢 我们税法是有限额 15或者30 佣金支出 你们快计是巨石 但我们税法呢 我们税法是有限额 5%或者18% 好 保险费支出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巨石 但是 假如说 涉及到什么补充养 补充预料 我们又有限额 对吧 然后非金融企业的借款 对吧 这个利息超标 还有赞资比 关联盘借款 对吧 资工信从 资工信从是巨石核算 但是我们的福利费 资工教育经费 对吧 公货经费 在企业所币都是有限额的 非广告性赞资助出 你可以巨石核算 但是我们企业所税 不允许利 行政罚款 司法罚金 税收支纳金 你会计巨石核算 但我们税法呢 是不允许扣的 你捐赠支出 要区分公益性 非公益性 如果是非公益性 不允许再税减扣 如果公益性 还受到 会计论12%的限制 所以这里 我们会计税法 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还有残疾资产的 各种盈亏啊 回省啊 这就跟我们 那个资产损失有关系 这一块可以对边 我们前面企业所税 你发现都有很大的差异 为什么有差异呢 因为区块机就强调 只要是真实就能核算 但税法强调 我这个要考虑到 国家的财政收入 我的税收均衡性 还有它的合理性 对吧 所以它都是有产生差异的 好 重组 主要是资产转烂 置换 合并 分立 当然这一块来说 我们这个 前面在第三章讲过啊 资产重组业务 主要会涉及到 第一增入税 符合规定的 这个资产重组 这个增入税是不增的 然后是企业所税 企业所税 有一般性税务处理 还有特殊性税务处理 然后呢 然后有弃税 弃税也有相应的优惠 支持企业合并重组 还有土地增入税 那么这几个税种呢 大家结合第三章 要去注意一下 好 还有其他的差异 比如说弥补亏损 弥补亏损呢 分为税前弥补 税后弥补 税前弥补呢 只能是符合税法规定的亏损 然后呢 要在五年内 或者按照图书性 什么八年十年 对吧 但快计算表 快计算表 亏损就是亏损 亏损就是那个利润分配 未分利润出现 借范有额 就是亏损 对吧 所以会计科上 不区分什么税前税后 但税法是区分税前税后 还有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这个会计有会计的判断标准 但税法有税法的判断标准 而且税法的判断标准 比这个会计要更严格一些 因为我是征税的 对吧 还有差错的更正 资产负债表落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落后事项呢 会产生很大的税款差异 因为我们税务上呢 是什么时候退货 什么时候充减收入 但资产负债表落后事项呢 如果在这个期间里面呢 它是充减三年度的 收入长保费用 对吧 所以这样就有个时间差 还有你放弃你的权盈 比如说因扣被扣的 这些都会产生相应的 差异 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涉税会计核算的对象和任务 那么首先看一下 我们的会计核算的对象 纳税呢 因为纳税引起的税款的 形成计算 缴纳 补税 退税 罚款 这些呢 都是我们税务会计的 核算的具体对象 就这些事情都归我们管 所以我们以前啊 这个单独会设一个岗位 叫税务会计核算 对吧 叫税务会计 有些机构呢 还组织了什么税务会计师的培训 当然 目前官方认可的 就是我们这个税务司 税务司是能力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管理的 在国家的正式考树名录范围之内的 所以目前这个 涉税的就这个是最正规的 其他的呢 其他是属于是民间证书 那么具体来说呢 它的对象包括 第一个 你的计税基础和依据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你拿到工资 你的工资 薪金所得呢 是你的工资 对吧 按照累计一个法 确定的应纳税所得 而且是累计的应纳税所得 然后还有什么劳务啊 搞仇啊 对吧 它都有相应的计划基础和依据 这些呢 可以参与第三者 好 然后我们税款的具体计算 还有它的快递核算 计算是用来交税的 是来进行纳税申报的 核算是做出相应的快递凭证的 好 然后税款的实际缴纳 因为我们计算和核算啊 一般会在月底 比如说我们6月30号 而我们交税呢 会在7月15号以前 所以中间呢 会有个时间长 交税 如果多交了呢 就要退 少交了就要补 另外呢 还有各种减免税 对吧 充分享受各种减免税 这些事情都归我们税务会计馆 好 然后假如涉到自杂金啊 罚款啊 司法部门的罚金啊 这个也属于是我们这个 涉税快递核算的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 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涉税快递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以下的任务 我们来完成啊 第一个 要反映和监督 企业 对国家税收反馈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 认真履行纳税务 正确处理企业和国家关系 这个呢 其实我们税务师也是一样的 该交的税一定要交 但是那些这个目前带有三确性的呢 这个呢 你才可以统筹一下 必须保证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永远摆在第一位 第二个 我们要按照国家现行税房所规定的税总计税依据 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主要是生产批发零售 对吧 还有具体的税务 比如说消费税 具体税务 对吧 还有我们的税率 正确计算 企业在纳税期里面各种因应缴税款 并且做相应的快据处理 我们前面第三章 解决的是继税问题 第四章 就现在解决的是核算问题 第五章 解决填写纳税收贸版问题 我们经常说一个优秀的产物 一个优秀的税务 是票站税表 适者的合一 第三个要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 及时足额的交纳各家税金 并且进行相应的快据处理 前面是算税 算税是在月底 下面是在交税 交税的是每个月15号以前 对吧 所以我们既然说了 15号以前不要跟我打电话 我很忙 要交税 要做评证 要出站 要出报表 对吧 还有出各种分析数据 对吧 还得发工资 对吧 所以我们做产物的 因为曹老师以前在财务工作 我做财务的最讨厌 你15号找我 因为这一天会瞒得要死 对吧 所以这点强度一下 这就交税 好 然后正确编制 及时报送 税务快据报表 也是我们常说的 纳税策报表 认证执行 税务机关的审查意见 就比如说我们发现 这个有问题 他会告诉你 小杉你这个报错了 小杉那个报的不对 对吧 你要进行修改 好 然后第五个 我们要及时进行 企业的税务分析 不断提高 我们的涉税核算 和涉税的管理水平 同时要控制税务风险 降低纳税成本 这个其实我觉得 一个优秀的税务事案 特别是在企业工作的 因为我们客观说 参加这个考试 我们有个统计 大概有40%左右的同学 是在企业工作 另外30%在税务局工作 还有30%在 事务所中介机构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是334正行 所以你在企业工作同学 你一定要 对吧 这条好好去理解 对吧 你不能说 我把这样做完就行了 你要控制风险 你要降低成本 什么要控制风险 就是假设你们老板 不想交税 你得告诉老板 老板这个税是必须交的 对吧 不管他开票不开票 就必须交的 这叫控制风险 所谓降低纳税成本 指的是 有的时候出现一些过头税 模拟两口的税 那么这种过头税 模拟两口的税 你纳税是有权利拒绝的 对吧 为什么 你法律没有规定 我刚才说过了 你但凡这个要交税 你一定要有法律来支撑 你官给我个什么规范性文件 这个没有用 必须要有法律法规 对吧 或者说你给的规范性文件 要依据了上面的法律法规 如果没有任何依据 你就平白无故 你来增我的税 那我是拒绝的 对吧 我不需要交这个税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合同管理啊 提前做好各种安排啊 不违法的情况下 提到各样安排 我们的确可以降低纳税成本 这是可以的 好 第六个 充分利用现行税法 和有关反规制度 赋予企业的权利 进行相应的税收策划 当然这个呢 我们现在需要谨慎啊 因为我们经常这个 走着走着这个路啊 就走弯了 就像这个画圈呀 对吧 本来想走一条直线 结果拐过来了 怎么管过来了 就会形成避税 请注意啊 如果这个形成一个避税 陈老师是拒绝的 这个在我职业生涯里面 现在已经拒绝过好几个 就一开始讲得好好的 对吧 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对吧 遵守国家法律 对吧 我们来进行税务策划 结果后来走着走 对方老板就反悔了 对吧 这个太麻烦了 我们就想怎么样怎么样 就干脆一点 税收挖地 做这个什么东西 对吧 我说税收挖地 这个我做不了 你要做找别的老师做 我是做不了 对吧 因为可能别的老师能做 他无止有无畏 所以我觉得税收挖地 这个东西 真的是个毒瘤 我们必须把这个毒瘤 给它打掉 但是现在各个地方都有 特别是什么经济开发区 什么之类的 打折各种名号 对吧 给什么税收挖地 税收返还 对吧 这种严重破坏了 一个良好的税务环境 对吧 那个不叫税务策划 那个叫做避税 其实我们税务局 也对某些税收挖地 我们很敏感 只要来自于这些地方的 我们一律把它列到 这个重点观众 对吧 比如说以前那个 新疆荷尔果市 还有现在什么 上海重民区 你们自己地方 你们小心一点 我说句实在话 你们真的把我们税务局 当做Hello Kitty 对吧 你玩这种money 一毛两毛的 对吧 这个不行 所以这种策划是不对的 然后要尽可能 降低你的税务风险 和税务负担 所以我们今年 我们三个中介机构 中国注册税务司协会 中国注册会议司协会 全国律师协会 联合下了一个参议 就是这个参议很多 但是总的一句话 你必须搞明白 你什么钱可以赚 什么钱不能赚 君子按财取罪有当 这种对他那个文件的理解 就是有些东西 你是不能去赚的 昧着良心的钱 不能去赚的 损害国家利益的钱 是不能赚的 但是如果遵守国家法律 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真正安置残疾人 真正安置退役军人 对吧 那这个国家是支持你的 我们去做各种研发 这是我们支持你的 对吧 所以这点体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和算环节 那么和算环节呢 先把几个科目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科目呢 叫做应交税费科目 那么这个科目 主要是和算 我们企业按照税法有关规定 计算的应交了的各种税费 比如说我们的增资税啊 消费税啊 企业手税啊 资源税啊 土征啊 承建税去附加呀 房产税啊 等等等等 只要它是税啊 基本上都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 好 那么企业履行 代货代价义务 扣奖的各种手税 也明确了 也是通过应交税费核算 因为以前呢 没有明确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就比较乱啊 有的单位呢 是通过应交税费 代货代价个税来核算 有的单位呢 通过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来核算 那么现在统一了 都通过应交税费 另外呢 根据我们相关的提示啊 我们有些税金啊 不需要预提的 比如说 印花税 更低赞用税 出单购注税 那么这三个呢 在我们 一开始出台的规定里面 它说了 不在这个科目里核算 当然 你也能发现 教材后面的口径 跟这个口径呢 略有不一样 就有手松动 教材的口径是说 正常情况下 这些税收呢 不在应交税费核算 但是如果说 出现特殊情况呢 你也可以通过 应交税费核算 那对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对这个是这么理解啊 我们这张PPT 给你写的 是财政部 它的文件里面写的 因为当时财政部 没有可能这么复杂呀 对吧 当时也就是 006年 07年的时候 没有可能这么复杂呀 所以他说了 根据单身情况下说 这几个不在 应交税费核算 但我们现在的 义无复杂呀 对吧 金额也大呀 频率也高啊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出现了啊 你也可以在 应交税费核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说啊 我们这个教材啊 实物这么教材 有的时候会夹带一些私货 什么夹带一些私货呢 就是有些口径 并不是全国统一口径 或者有些口径呢 就是 跟这个什么 规规矩矩的 什么财政部啊 税务准业文件 它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差异啊 比如说这里 你这里的规定 不在本科目核算 那是财政部的 这个文件规定的 但是在我们教材里面啊 在后面相关资典就说了 哦 印花税在某些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 印交税费核算 对吧 呃 这就是我们夹带的私货 就是我们教材口径啊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去 过于的追究啊 当然 如果考试的说错了 以下血经 不在印交税费核算 就按照这张PPT来 印花税 更低账入税 车量购入税 然后 他并不否认 教材后面的口径啊 说了 这里的PPT 这张PPT写的是财政部 规规矩的规定 后面 是因为我们写这种书的老师 他很灵活 对吧 考虑到私账情况 他给了一个比较宽泛的 一个口径 是这样的 好 然后这个科目呢 应该按照印交税费呢 它的具体的这个税啊 费啊 来进行核算 比如说 印交政策税 印交企业手税 印交承建税 对吧 根据具体的税和费 来进行核算 好 税经济附加 这个科目呢 在我们考试出现 频率非常高的啊 那么这个科目呢 主要是核算 我们在经济活动里面 我们发生了消费税 承建税 资源税 教育附加 当然也包括地方附加啊 然后返产税 土地送税 车船税 印交税 那么这个来说 特别容易跟我们的 企业手税结合啊 行不再讲企业手税 后就讲过 他如果记得到 税经济附加的呢 就容易以一分 或者1.5分的方式 在企业手税 考题里面出现 好 那么企业按规定 计算确定的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税费 借记税经济附加 代记印交税费 当然二级科目是 印交消费税 印交承建税 印交返产税 对吗 二级科目就不列了 然后企业 如果以后收到返还的消费税 这在某些地方有啊 返还消费税 那咋整啊 好了 那么这种返还的消费税 我们按照实际收到的消费税 借印象存款 但税经济附加 就是你正规的交 交完以后 各个地方按照正常 跟你反 反就说明 我们当时提这个税经济附加 提多了 对吗 我们就冲掉这个税经济附加去 是这样的 好 第三个 我们这个税经济附加呢 随时损益类科目啊 那么损益类科目呢 不出意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 每个月呢 都会接转到本联理论 就我们每个月有个接转分路啊 就借各种收益类科目 然后贷各种 费用类科目 对吧 然后两者的余额呢 就是本联理论 那么本联理论可能在借 也可能在贷 本联理论如果在借呢 表示这个月做亏了 没赚钱 本联理论 如果在淡翻呢 就表示这个月 买卖做的还行 这个月赚钱了 所以看你的美国的 本联理论接贷翻了 就算这个赚钱不赚钱 因为他把所有的损益科目 都要接转到本联理论 好 第四个 对于实行 征税期末流理退税那些呢 允许他从 成建税 驾驭副家 递贩副家 他的继税一居里面 把这个退还的征税 给他扣掉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们这期算出来 要加一百万的征税 对吧 然后我们收到 上期退税 注意实际收到 实际到退税二十万 那么这时候 其中我们算 成建税附加的是 以八十万为标准 就是以本期的征税 减掉我们退回来的征税 而这个退回来征税 应该是上期退回来的 对吧 因为我可能上期 净销税更多 我就要退 这期净销税更少 我就要交 对吧 所以这样冲完以后 对吧 按这个来算 以这个为据 来算你的成建税 就附加 好我们来到题 纳税能发生 以下纳税务 要记录到 税金及付加的是 反产税需要吧 反产税 车传税 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 都记到税金付加 对吧 车链购入税呢 车链购入税 后面我讲 它要进行资本化 记到哪里 记到车链的价值里面去 所以车链购入税呢 它是不记到 什么单期账本费用 是直接记录到 车链费用 成建税 教育付加 地方付加 这个都是 税金付加 土地使用税 也是在 税金付加 所以这道题 重点答案是 ABD 再来温顾一下 在经营活动里面 发生的消费税 成建税 资源税 价格付加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传税 印花税 通通进入到 税金付加 而且这个东西 影响到企业损益 所以它经常跟 企业手税相关考点 相关联 选项C 成建税税是进入到 汽车价值 对吧 要进行资本化 就借固定资产 好 接下来是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那么这个科目呢 合算的是 本年度发生的 调整 以前年度损益的 相关事项 比如说我们现在 2022年发现 哎呀 2021年这个收入做错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直接调收入了 你要调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 因为它是2021年的事情 好 以及本年度发现的 重要前期 差错更正 然后涉及到 调整以前年度 损益事项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2022年 那么如果调的是 2021年 及以前的 这个损益的科目 我们都要用到 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 另外一个 在资产负债表论 到产业报告批准 报出论之间 发生的需要调整 损益的事项 也通入这个科目 资产负债表论 我们经常是 每年的12月31号 呃 产业报告批准呢 一般大多数在 2月3月 也就是四年啊 四年 2月3月 或者4月 大多数在 如果上市公司呢 必须在4月底之前 跟它披露完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发生的 是一道调整 以前年度事项的 是一道损益的 也是通过以前年度 事项调整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的 标准风格给它列一下啊 因为 把标准风格给你列出来了 你以后就套数字进去 就OK了 第一个调收录 那么调收录呢 一般介绍的是 印收账款或者现金 然后代 以前年度事项调整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替代了 以前年度的 收录明星 我们是这样啊 我们如果没有 特别情况的话 我们一般列到 一级科目就可以 但是印交税费呢 有的时候列到 二级或者三级 好 然后调收录了 你既然没有做收录 自然这个 可能这个征税就没有加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是一道 征税的调整 如果说 这个是税务局查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代记 印交税费 征税 减加调整 我们以前度 有的考题 就是税务局发现的 好 假如说 不是税务局发现的 是我自己发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代印交税费 印交征税 消消消税额 当然也有可能是 它减计计税 那就代印交税费 减计计税 我们在后面有专题 讲印交税费的 一个科目 好 第二个 调整相关的 成本费用 税经济附加 这个很简单 对吗 自己借 以前的续续调整 这个替代的是 各种成本费用 但我不能自己用 成本费用科目了 为什么 因为是以前年度 是损盈 然后代 印度支付薪酬 这是应该付的 我们的工资 社保之类 福利费之类的 代库存商品 代应付账款 这可能是要付钱的 然后补提 成件税及付加 因为我前面提了 征税 这两样补提成件税付加 那么成件税付加 正常来是 记录到税经济付加 但不是跨年了 所以跨年了 必须用 以前年度税计调整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以前年度税计调整 替代的是 以前年度的税经济付加 在实战过程里面 我们要把二级明细列出来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只要列到一级就行 前面这个替代的是 长保费用 这样你替代的是 以前年度的税经济付加 好 然后调所得税 因为一般来说 考试都是要补所得税的 就隐藏收入 另外 那么这个时候 借以前年度税计调整 这个替代的是 以前年度的所得税费用 然后但应交税费 应交企业所税 然后把所有的处理完了 然后你把以前年度 税计调整的余额 注意啊 就把前面几个分路 做完以后 你把以前年度 税计调整的余额 就转到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 当然我们这里呢 整体是调整了 以前年度的损益 如果整体是调解 以前年度损益呢 那就把借代翻 对调一下就行了 调整用这个调解 借翻代翻 对调 这样就行了 好 我们来到题 税计调整 在做纳税审核的时候呢 发现啊 企业以前年度啊 多寄了收入 少寄了费用 也就以前的这个利润偏高了 那么这时候挑战 应该用哪个科目 那么这时候 随到损益类啊 就收益费用的时候 我们不用考虑 通通用的是 以前年度数据调整 我们所有调完了以后 才会对应到 未分配利润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不考虑未分配利润 考虑的是 以前年度数据调整 那么这里呢 调了以后 我们发现 A和B都是 以前年度数据调整 就是区分 借还是带 那么这里呢 我们是多寄了理论 请注意啊 多寄了理论 我们就需要把它冲回去 对吧 你多寄了嘛 对吧 我要把你冲回去 那么冲回去 减少理论 再借翻 如果反过来呢 如果少计收益 多寄费用呢 就利润偏低了 偏低了 我就给你调回去 调回去 我就要用证数 对吧 所以你要区分 我是降低理论 还是要调整理论 我们这里 是多寄了理论 所以要把理论 建起来 所以是借计相关科目 如果我们反过来 少计收益 多寄费用 也就是少计了理论 我要把它调回去 调回去就代计 这个科目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 选A 多寄收益 少计费用 挑战的时候 借计 以前出现调整 如果反过来 少计收益 多计费用呢 挑战的时候 应该代计 以前年度水益调整 好 接下来是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科目 主要合适了两个业务 第一个业务 我们前面在第三章讲过 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 那是能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可以享受 加计 10% 或者15%的 这个优惠 对吧 其中普通的 这种生产 生产性的呢 服务业的呢 是10% 生活性的呢 是加计15% 那么他享受这个10% 15%加计的时候 是寄到其他收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按照 应交的税额呢 借应交税费 未交征税 按照实际交的税呢 代印和存款 按照加计的10% 或者这个15%呢 寄到其他收益 是占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是加计扣除这个 加计扣除的征税 是寄到其他收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 个税手续费 那么这个以前呢 也是一直不规范 那后来呢 我们长张部 做了个解释啊 企业作为 个人所税 课解用人 根据个人所税法 我们收到的 扣缴税款手续费 要作为跟 乐场基因活动 有关的项目 填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益 所以我们这里 就有定论了 对吧 个税手续费 统一寄到 其他收益 不再挂完来 我们以前是挂完来啊 借银行称款 带其他新付款 对吧 那么现在呢 现在是借银行称款 带其他收益 然后啊 参考价值啊 北京税务局啊 北京税务局说了 这个手续费 还要交增值税 对你说到的 税务局的手续费啊 要交增值税啊 按什么叫 按代理 经济代理服务 按到6%来交增值税 但这个只是 北京式的规定啊 并不是全国统一规定 只做参考 教材也没有 只做参考 好 接下来 是一般大选人 增税 会计核算 那么首先 我们个概述 概述了 那老子 同学们的脑袋里面 有个框架 我们这个增税的核算啊 是我们的 这一战道重重之重 也是分值最多的 一个考点 那么作为一般大选人呢 他为了全面的核算 这个增税 我们当年财政部呢 是下了一个文件啊 是来规范增税核算 那么这时候 我们在应交税费下面 要设置11个 注意啊 11个二级明信 那么这11个二级明信 都要掌握 其中第一个明信 也是最大的 是应交税费 应交征税 那么这个明信 科目 下面还有10个 三级专核 应交税费是二级专核 一级科目呢 是应交税费 二级科目是应交征税 三级明信专核 是什么 净下税额 消息税额 其中有六个是借翻 四个是贷翻 这个后面 我们会详细讲解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应交税费 未交征税 这个呢 我们后面有个重点讲讲 它主要是反映出 月底要交多少 然后四月四级交多少 还有些特殊业务 好 第三个呢 是应交税费 预交征税 预交征税这个业务啊 是跟这个 银杆资某些 特殊业务相关的 所以它只跟 银杆资某些特殊业务相关 跟普通业务不相关 它跟银杆资特殊业务 比如说我们 凡产开发企业 预交的税啊 对吧 建筑企业预交的税啊 跟这个有关系 好 第四个呢 叫代抵扣金价税 什么叫代抵扣啊 就目前是代定状态 它有可能可以抵扣 也有可能不能抵扣 因为它中间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要核实 对吧 所以叫代抵扣 接下来是代认证 代认证是什么意思啊 代认证的意思是 这个票啊 我现在平台里面有 但我没有去做用途去认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第三章讲过 第二章也讲过啊 第二章在发票馆里面 第三章里面都讲过 对吧 你这个要真正在这个月底啊 你要去做一下用途去认 是用于申报抵扣呢 还是用于出口退税 对吧 我没有 对吧 我放在平台里面 我没有去勾 对吧 没有勾就处于担任状态 等到什么时候你勾了 什么时候做金价税抵扣 好 第六个呢 叫做代转消息税额 代转消息税额呢 指的是我们有时间差 会计做收入了 但税访呢 还没有发生纳税义务 没有发生纳税义务呢 这就不用确定消息税啊 所以它叫做代转消息税 所以其实你看 中国文字博大金上啊 什么叫代啊 代的意思我认为啊 代的意思是 有可能向左 有可能向右 往前一步是左 往后一步是右 所以它是个代定状态 对吧 为什么代定状态呢 因为它中间有时间差 你跨进 按照科学准则可以做收入了 但税法并没有发生 真正税纳税义务 所以就不确定消降税 所以我们会不会举例给你说明 第七个呢 是增税流底税额 那么这个来说 是跟以前 银改增啊 有个老规定密切相关 我在去年的这个讲义里面 把这个给删了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但是我今年又把它加上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我们讲啊 有个最新的一个规定 跟它有关系了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又提出来了 第八个叫做减级税 减级税主要是针对一般那些人啊 它某些特殊的业务 可以减级税 比如说建筑企业的 轻毛工啊 加工工程啊 对吧 还有一些 银改增值钱的业务啊 这个可以减级税 好 第九个呢 叫做爪烂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因为金融商品啊 它有特殊规则啊 首先它把这个盈亏相抵 所以盈亏相抵以后 可能这个月出现盈利 盈利就要交税 也有可能这个月出现整体亏损 亏损就不用交这个金融商品增税 而且这个亏损可以挪到下个月 对吧 但是到了年底呢 到了年底一看 还是亏损呢 那么这个年底的亏损就不能再转了 就自动要清为零 对吧 所以它有特殊规则 所以因为它有特殊规则 所以我就需要针对特殊规则 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二级明信 好 第十个呢 是应将税费代货代奖增税 这个主要是我们付给外国人的钱 有时候外国人给我们提供的 技术咨询啊 或者指导我们的工作呀 到时他也没有设代表机构 对吧 有没有别的代理人 那怎么办呢 我们支付单位呢 要履行代货代奖增税的义务 好 第十一个呢 是应将税费增税检查调整 这个科目呢 主要是税务局啊 审计局啊 财政局啊 到你们来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 哎呀 小城啊 你们要税少交了 那税少交了怎么办 增税检查调整 因为这个税呢 跟别的税不一样 是税务局查到的 而且他在申报表啊 这个可以结合 第五章申报表 在第五章申报表里面 这个增税检查调整的数据啊 都是单列的 跟你正常的什么消息税啊 都不一样的 我们正常啊 他主要是在负列一里面啊 当然在负列二里面也有啊 负一负二里面 都有这个增税检查调整 那么在负列一里面 他主要是列什么 列开专票的 开普票的 没有开发票的 还有就是增税检查调整的 其实他是单列出来 对吗 然后在我们的 增税收获表里面 那个主表里面 也是把增税的 这个纳税检查调整的 那个数据啊 都要求单列啊 因为他给你正常的税款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点呢 都要请大家 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在后面呢 我们会每个民企科目 都设一个注重点 然后举例说明 该怎么进行 跨几克算 了吗 感谢观看